这么做是不对的 下胸腰你们要不就下的是头 要不就出的是胃 这都是不对的 胸腰在立起来半脚尖的基础上面 我们的头应该是往远走一个弧线 然后你们的锁骨上面 想象着自己放了一根鸡蛋 或者是一枚硬币 所以说它一定是怎么样 敞开的对吗 好 再往下 把你们的肚子收进去 两个肋骨一定要使劲地往里面夹住 恒格膜这里断开 跟下面没有关系 下面一定是一道竖线 从恒格膜开始 上半身走一道弧线 像柳树 恒格膜往下是你们的树干 恒格膜往上是柳树的枝条 是柔软的走一道斜线 看到了吗 头往远 下巴微弹 左骨去找天花板 往上面放一枚硬币 肚子往里收 这才是我要的胸腰 第二个问题 下巴不可以梗 梗住了之后 你的胸腰就不是一个弧线了对吗 下巴一定要出来 但出来之后 脖子这里不可以怎么样 掉头 你看你一掉头 脖子后面全都是皱纹 还好看吗 按照我刚才说的 头往远走 弧线下巴微抬 锁骨往上走 胸口往上走 肚子收进去 好 再往下去一点 肩膀往下沉 好 我要的胸腰就出来了